我再来我们就是先来看一下 上摩响这个常用的加总应该没什么只是说 加总我们 可能最重要在 数学类我觉得 蛮重要一个叫三米符 所以待会可以先看一下三米 那三米符的话基本上他就是 会 等于是把两个函数 结合成一个 也就加总里面有个条件 三米符 如果三米符如果我们今天要加总是什么 加总是 销售部跟开发部他有部门 然后如果条件符合才帮我加总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用三米符 来做那首先的话我们针对是销售部好了如果今天把这个销售部的条件先复制一下 那插入函数的话呢当然这边你可以走到所谓的那个数学 与三角这部分然后里面的话往下拉他上 上里面的话往下有个三米符 那当然底下个什么三米符加S 也就是如果你一个条件的话你可以用三米符 如果你有多条件判断比如说不止一个一个条件部门 还有其他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用三米符S OK 那这一题 只有一个条件 所以用三米符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乱取 他是配合 这两个criteria这两个是一对的 也就是说那个 Range是要 criteria就是条件 也就是说呢 我要找 的条件 范围在哪里 OK这两个 OK那 范围就在这里 部门 那criteria 这个部分就是条件 也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要帮你找什么 那你帮我找要 销售部 OK所以你会发现 Range一过来的话是一个阵列 那他会在这个条件里面帮你做比对 也就是比对到之后 如果是match的话 接下来第3个 他会问你说 那你 如果match到的话 他要帮你加总的范围 也就是说如果相同列的 那个资料 所以 Sumrange 请你找奖金这个 这个范围 OK那你会发现 如果是销售部 他就把1800加起来 也是1500 开发部不是 所以这个1000就不加了 一直在推 OK按确定 那就可以得到4500 那其他的话 当然 统计 这个开发部的话 其实就是把那个 条件 其实公司就差一个来把那个销售部改开发部就OK了 这个部分各位可以练习一下 另外的话 如果下一个这个是如果是大于5000不是像这个是某个条件 如果是一个数字而且前面可以做大于小于等于的比对的话 那一样如果插入栏数我们用刚刚用最近使用过的 三米斧 那我要统计什么如果他销售金额是大于5万的帮我把销售人员加装起来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有时候我习惯什么 先条件什么 条件是大于 习惯从中间开始大于5万 那 点一下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帮你加前后霜 意思是说这个criter一定是一个文字 OK 然后 这个条件 要去哪边找 在这个范围帮他找一下 如果符合的话 要加总哪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 然后帮你找到如果这个范围符合 他就帮你把这个加起来 所以 这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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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加完之后 就会把26 帮我加到这边来 OK 我想这应该 蛮容易理解的 只是说如果说我今天呢 有其他的案例 像刚刚这两个范例是比较简单的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另外一题 稍微困难一点点 就是 007开头这一题 产现人员工资之合 那这一题的话 里面他就是要什么 要我们 把 部门里面 是产现 的人员 工资帮我加在这边 不过这边会 比刚刚还来的稍微 困难一点 就是说呢 他的 部门里面 有产现一 产现二 产现三 那也就是说呢 他这边是产现 可是问题有123怎么办 其实如果你没有 比较好的办法 便你要先判断 一次量 不对啊 这样好像不合理 所以这一题来看 你插入函数 你一样可以用三米符来做 那一样嘛 就是 关键地方 我们要产现 可是特别注意 可是有123怎么办 特别注意 所以1 我先把那个产现 先打上去 当然我不能 可能说我今天呢 呃 就是 产现 不可能说打个产现1 然后偶尔 或 他不支援或 OK 特别说 今天有同学是 and或偶尔 没有他不支援 所以特别注意啊 如果将来呢 你后面那个字不确定的话 那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你加一个问号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criteria这边有资源什么 有资源那个问号 那特别注意啊 不过这个问号 是说 产现后面是一个字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他刚好产现到10还可以 如果产现到11的话 很抱歉不行 因为产现11是两个字 那你变成你可能有两个字 你要变两个字 如果说呢假如说以后 你不确定有几个字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给个什么 星号 问号的话是 固定字数 用问号 那如果不确定 不确定字数的话 你用星号就可以 因为可想的知道 用星号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 到分他还是不确定 OK 好所以 产现 星号 意思说 所有 产现开头 帮我找出来 去哪边找呢 去这个范围里面找 然后呢 如果找到之后 帮我把工资加中起来 OK 按个确定 答案就出来了 好 所以其实 那个 这个地方的话 上一幅 他有支援这个功能 应该相对的 比较OK 一点点 再来的话呢 你们可以试试看 011 014 试一下 然后再来 最后就009 009相对 比较麻烦 为什么呢 像这个 009 主要就是说呢 他要把什么 苗栗 和宜兰 这怎么办呢 你可以试试看 不过这个 应该可能要做两次 然后009的话 这一题可能稍微 又更困难一点点 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他其实 就是要 我们把那个什么 工资里面 前三名 跟后三名的 做加总就好 诶 那我怎么知道前三名 是哪三个 后三名是哪三个 不过同学可能想说 老生简单啊 我资料把它排序一下 排序前三后三加 就是跟你讲 不要排序 OK 因为排序之后的话 那你可能 顺序乱掉 假设我不要排序 那我要用什么方式 算出前三名 跟后三名 的那个 工资的总计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 数据函数 然后衍生 1 2 3 试试看 画面先画给各位 那三米辅 有支援那个万用支援 就是问号跟星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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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